贯通花莲台东的台九线省道公路 长达158公里 左右两侧 竟是一片绿丽和绵延的秀丽山脉 美丽的花东纵谷 自玉长公路的开通后 不仅大幅缩短玉里 至台东长兵间的行车距离 也让游客来到花东地区 更可将山与海岸美丽景致串联 让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玩法 就让我们来一场玉长山海练吧 在繁忙紧张的都市中 安排一场漫游温泉美食去 这可是人生一大享受 牛奥华温泉山庄 坐落于花东纵谷间 临近玉长公路安通西旁 距离市区约7到8公里 游客可以在玉里火车站下车后 租借脚踏车沿着玉富自行车道骑程 欣赏沿途田野风光 更可体验探访全球 维尔双角横跨欧亚板块 与菲律宾板块见证 接而进入安通社区 造访部落顺而抵达茶树森林民宿 纽奥华山庄 山庄耸立于三腰间 采用原木建筑为主体 可瞭望纵谷与山巒景致 泡汤休息住宿一宿 可令人心旷神怡 山庄备有各式不同的房型 公积旅客选择 有背包客房 双人单床房 双人标准房 尊爵四人单床房 尊爵四人房 景观VIP双人房 Vila花园四人房等 每间房从床体枕头棉被的挑选 到房间里的摆设 都是出自于老板用心布置 只为了让房客能在泡完温泉后 可以舒服睡个好觉 部分房间内设有个人泡汤匙 很适合不喜欢与大伙一起泡汤的游客 三庄泉值属于硫酸炎绿化物泉 色泽金物透明 并含丰富矿物质 经常泡洗有助于肠胃消化 一般神经系统等症状的改善 温泉因含有硫化物成本 所以略带淡淡的硫磺味 且浴染时会呈白色沉淀物 俗称温泉花 千万别误解水质变浊啰 另一方面 这里也备有男女户外裸汤 与大众池和个人汤污 泡汤可以使人放松身心 全身通体舒畅 不过也要注意泡汤礼节 每泡10到15分为家 才能达到真正享受泡汤的乐趣 牛奥华温泉山庄响应环保 提倡节能减碳 自然在餐食的提供 都是以新鲜当地有基蔬菜为主 以无限制住方式 让房客能尽情品尝自然鲜甜的美味外 最特别的是 引入了5000多棵澳洲茶树 种满民宿后山 茶树在空气中散发出茶树油香 让空气格外清新 这个感官体验 别处民宿不易体会到哦 如果对茶树精油有兴趣 请事先预约 热情的老板能示范如何萃取精油 同时自己也能体验DIY的乐趣 切磨纵横农田景致 一览无疑的玉里镇 正好位在花东众谷平原上 是花莲县第三大乡镇 境内有秀姑鸾西经过 形成有山有水的美丽景观 让玉里镇成为台湾著名的旅游观光圣地 玉里小镇美食 玉里面 臭豆腐 羊羹 更是不可小觑 来到玉里镇 旅游除了有季节性的金针花景可以欣赏外 其他博具特色的旅游景点 也可计划前往参观 像是瑞穗牧场 牧场可以体验喂牛 还可以品尝各式鲜奶制品 让人享受闲情的亲子假期 喜欢登山者可探访瓦拉米步道 瓦拉米步道位于玉山国家公园东段路口 步道在山脉与河流交织下 难度不高 是一条适合全家大小来踏青赏景的步道 由玉里市沿台三十省道指使 便可看到南安游客中心 全长14.5公里瓦拉米步道 一般游客若当天往返 可走南安瀑布 三丰瀑布后便折返 另外罗山有机村也是一个推荐的行程 罗山村是台湾第一个有机农村 大渔池 瀑布 还有罕见的迷火山 村人利用了迷火山水做出美味可口的迷火山豆腐 因而成为罗山村很具代表性的一个特彩 出来玩就要玩一点不同的 跨动众谷深怀旷世绝技 有这一般风景区少有的运动性格 您绝对要亲身来到众谷尽兴畅游一番 牛阿华您第二个家 结成欢迎您的露宿